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幸福路上 幸福路上是台灣本土製作的一部2D手繪動畫電影 由宋欣穎編劇指導 在2013年他獲得了金馬創投的百萬首獎之後 由一部12分鐘的短片拍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109分鐘的長篇動畫電影 並由貴仁美、魏德勝、阿西陳伯正、廖慧珍等人配音演出 這部電影已經上映一陣子了我也是很早就看過了 到現在才出這部影評的原因是因為 坦白說我有一點不喜歡這部電影 但我又不希望在這部電影剛上映的時候 給予這部很難得的台灣動畫電影一個不好的評價 所以我才等了過一陣子之後才寫下這部影評 也希望我在現在也有比較多不一樣對這部電影的看法 這部電影的定位很清楚 主打的就是六七年級的台灣人 甚至是說是六七年級的台灣女性 比較年輕的觀眾可能就不會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幸福路上的主角是一個在美國生活的台灣人林舒奇 他回到了這個位在幸福路上從小長大的這個家 去回憶他四十年來的成長記憶 省思人生過去所做的決定 自己現在有沒有成為了一位理想中的大人 這是一個很大的主題也是一個很棒的主題 我很喜歡這個主題 很多我喜歡的電影或者是戲劇都在講一樣的主題 像是喬斯康隆尼的《飛行行男日記》 或者是比較偏喜劇《亞當·山德勒的命運好好玩》 除了主角回顧他個人成長的故事之外 電影裡面一直會出現這些台灣社會上發生的事件 穿插在林舒奇成長的故事裡面 可以看見導演宋欣宇在拍這部電影的時候的另外一個出發點 關心這個社會以及關懷這塊土地的情感 這是不錯的 而這個態度我覺得是會令人感動的 可以說幸福路上是身兼導演和編劇的宋欣宇 一個個人情感非常濃厚的電影 而且這個情感也是觀眾很容易得到共鳴的 但問題就在這裡 除了一些簡單的認同還有共鳴之外 這部電影似乎沒有辦法給我更多的體會 也無法尖銳地找出這一代人迷失在生活 還有社會變遷中的原因 這樣說可能會有很多人沒有辦法同意 我知道 可是我覺得這部電影太接近導演自己了 於是他沒有辦法對自己的問題提出更多的看法來 只能直白地把它說出來然後訴諸大家的認同而已 在編劇的觀點來看就會覺得下筆的這個人 對主角太溫柔太好了 可以說這個故事沒有被徹底消化過 也可以說他過於貪心地要求太多焦點 無法成為像香港的麥多電影 或者是魔法阿嬤一樣的高度 動畫的磁型上還不錯 2D熟繪的感覺挺有趣的 挺有味道的 我會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我覺得這是台灣動畫電影可以繼續去嘗試的一條路 不過電影裡面許多魔幻的場景則顯得有些苦痛 我會覺得既然是動畫 那應該可以有更生動的表現方式才對 然後對我來講有一個問題是 動畫的口型跟配音 似乎沒有想要配在一起的感覺 動畫人物的設計上面則是蠻刻板的 尤其是我沒有辦法接受主角的外國老公 太假了 根本就是一個木偶人一樣 幫爸爸媽媽配音的陳伯正還有廖徽珍 表現都蠻到位的 只是主角貴人美的聲音表現 這位金馬影后的聲音表演有一點平淡 感覺那個文情感有一點加太多了 我覺得也算是這部電影的一個問題 在情感上面呢我不討厭戲服務上 它有很多讓人喜歡的電影 包括這麼難得有一部台灣本土創作的動畫店 但是用戲劇的觀點來看我是沒有辦法喜歡的 這部電影在劇本上面沒有強大的吸引力 也還有劇情安排 勾住我們的注意力 就算會出現很多我們在成長過程中 經歷的一些社會事件也好 也會讓人有一種在消費他們的感覺 幸福路上適合一起經歷台灣這二三十年 生學制度、庶民娛樂、禁書、社會運動等等大小事的所有觀眾 或者是也曾經在自己的幸福路上迷失過的你 所有的幸福都是未完待續的故事 未來在哪裡是需要我們繼續去尋找的 幸福路上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